记者沾香晚专访,龙少华在夜天伦指导Netflix应急双城故事立扮演中医师,面对体座女儿陈奕荣展露满满父爱,连她都大赞妇女戏从喜走到悲,写得丝丝入寇,让她长眼一眼就红了眼眶。 戏外她是藤子爱女的好爸爸,却自暴三十多岁时不懂何谓责任感,不甩帮她未婚生子的女友,直到儿子三岁她才浪自回头,娶了女友为妻,甘愿为家庭付出六十五岁的龙少华回首演一路,感叹三十多岁人生见谷底,没知名度,投资酒店也失利,欠了一批故债,跑路整整一年, 当一人没红是最可悲的,想转行又不知道能做什么。当人到谷底她才醒悟,没尽到为人妇的责任,人很衰的时候,你会去想原因,觉得会不会是没尽责任才遭报应,女朋友生了儿子,我却连照顾都没有。 她转年一向回归家庭,安分娶妻当爸爸,上天反倒帮她开了另一扇窗,结婚童年让她遇见伯乐,导演徐静良要她接演《台湾水浒传》,从此一炮而红,龙少华笑喊,叶天伦也是她人生中的伯乐,指导作品里有五部都找她, 剧中她放手让女儿去旧金山追爱,戏外她想起二十二岁女儿陈思璇,笑喊演戏仿佛提前感受分离,我连女儿去台中念书,我都会演狂虹,真要交男友也挡不住。 如今女儿有意走演艺圈,她也尽心帮女儿铺路,女儿为电影处女作业交给叶天伦指导,叶天伦打趣,龙少华演技精湛,就像体内有一千个灵魂一样,随时可以上身,在片场再困难的戏都能轻松演绎。 不过就算演技备受外界肯定,龙少华仍有新题材想尝试,放话想挑战高难度的同性恋题材作品,但对于男男床戏,她仍有跨不过去的坎,直呼,亲密戏还是先不要。龙少华摆脱浪子过往,蜕变成爱家好爸爸。 记者陈一全社,龙少华赞导演叶天伦很悉情。 记者陈一全社,龙少华在双城故事中,相当疼爱女儿陈一荣。 青赖影视提供。 青赖影视提供。 青赖影视 testimon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